同时,唐三自己也开始围绕着黄金古术布置更加复杂的法阵,也就是他最新发明出来的吞天法阵的阵眼。 看着那复杂的纹路,听着唐三在布置过程中的讲解,就算是张浩轩都觉得有些头大。 想要明白这样复杂的法阵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唐三在布置的过程中更多的是给他们讲解一些阵法的基础知识。 法阵的奥妙同样是源自于能量,之所以有法阵,就是让外在的能量通过特殊路线的运转而产生不同的效果。 这就是法阵的根源所在。 这些复杂的运行路线往往是人体内做不到的,所以人类无法直接运用出类似的能力,但如果是借用天地原力通过法阵来运转却能够做到。 而且,法阵对于能量种类的兼容性要远远比人类强得多,也不怕能量博杂。 可以说是尿用无穷,在唐三原本的世界中,当年他还没有成神之前,对这方面也没有研究,因为他原本那个世界在还没有进入到冷兵器时代之前,对于法阵也没有多少理解。 他是在成神之后,在神界不断研究才有了进展。 法兰星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源丰富,天地元气充沛无比,这样的环境太适合布置法阵了。 整整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所有法阵才算是全部布置完毕。 黄金树在这半个月又长高了半尺左右,生命气息也变得越发浓郁了。 这布置法阵的半个月,也相当于唐三教学的半个月,不只是洪湖少女们, 就算是张浩轩都觉得获益匪浅,对法阵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 好了,今天我们就要启动法阵了。 这套吞天患的连环阵一旦成功,才能意味着我们这个基地算是彻底完成。 就算是妖王级别的强者想要看破我们的幻境也不是容易的事。 必须要神石特别强大才有可能。 黄金树周围,复杂的法阵上,阵姬着实是用了不少好东西。 以矿石为主。 为此,张浩轩可是花了血本,又去采购了数次,才算是满足了唐三的需求。 唐三看向黄金树,感受着他的生命气息,再看看地面上的法阵。 这个吞天法阵的灵感有一部分还是来自于按压妖王戴阳宁的血脉特性吞噬。 再结合他自己对法阵的理解,之前已经做了几次小的试验,基本可以确认法阵没问题。 而现在要引动整个大阵,让山谷内与山谷周围、山峰上的所有法阵连接在一起。 能够形成循环,才能证明整个大阵的成型。 吞天患的连环阵,与他在家里学院布置的那些阵法相比,那就要复杂得太多,太多了。 老师,点亮聚灵阵。 好。 红湖少女们还没有引动法阵的能力,张浩轩将山谷内周围的18个他亲手布置的聚灵阵一一点亮。 在他的血脉之力注入下,很快,一个个聚灵阵开始散发出淡淡的白色光运。 白色光运流转,空气流动明显变得强烈起来,强烈的空气波动中,天地元气迅速汇聚,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整个山谷内渐渐产生稀射力,宛如漏斗一般,惊吞着外界的灵气汇聚而入。 山谷内的空气都随之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似乎更加清新了,也更令人心旷神疑。 张浩轩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18个聚灵阵单独一个的效果都不如在黄金树支持下的那一个, 可18个聚集在一起的效果可就强得多了呀。 再想到唐三所说的聚灵盘,他心头顿时灼热起来。 唐三让张浩轩点亮这些聚灵阵,而他自己却是飞上了山顶,将自己所布置的一共36个幻阵一一点亮。 单一的幻阵点亮,带来的是淡淡的雾气,雾气不断产生,逐渐浓郁。 等那个36个幻阵全部点亮的时候,从下方山谷看去,就会发现山谷上方外圈围绕着一圈雾环似的,变得阴晕飘渺,十分的奇特。 唐三重新飞回山谷内,感受着灵气正在不断变得越来越浓郁, 甚至令修为较弱的红湖少女们都有种熏熏欲醉的感觉时,他不禁流露出一丝微笑,基本阵法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是通过吞天大阵将他们勾连在一起的时候了。 来到黄金树前,唐三的双眸亮了起来,脑海中那比之前虚弱许多的那一点神石也随之闪耀, 身前的阵眼在他的玄天宫引动下开始散发出悠悠光芒,黄金树顿时变得明亮起来, 更浓郁的金色从黄金树上散发出来。 以黄金树为中心,直径三十米范围内,都是密密麻麻的阵纹, 但金色的光韵向上升腾,散发着极为奇妙的气息。 那是一种含苞待放的感觉,整个阵法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引动起来。 张浩轩紧张地在旁边看着,经过唐三之前的讲述, 他明白这个时候才是最为重要的。 如何将这么多个法阵勾连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必须要在最合适的时机引动阵眼,在瞬间完成所有法阵的勾连。 这与阵眼能量移动时天地元气以及法阵能量的波动息息相关, 一旦勾连的时候出现了问题,那么很可能就会前功尽弃, 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变成无用功,基础阵法甚至都有毁坏的可能。 或者是勾连不到位,只能让阵法产生一定的效果,并不能达成一个整体。 他自问没有这个能力在瞬间完成全部勾连, 那需要对阵法的变化完全掌握才行。 唐三也没有将这个重担交给他,而是自己来完成最后的引动。 山谷上方的雾气变得越来越浓郁,山谷内的灵气也变得越来越充沛。 唐三一直在等待着,足足一刻钟的时间过去了, 无论是张浩轩还是红湖少女们都不禁有些交集起来, 但在这个时候,却也是谁都不敢打扰他。 突然,唐三猛然双眸大睁,眼中金光闪烁。 刹那间,吞天换地连环阵阵眼内,一道金色光柱骤然冲天而起。 山谷内的天地灵气顿时被剧烈地引动起来, 所有的巨灵阵都爆发出强烈的白光, 宛如十八个白色光景一般,向上喷发出白色光芒。 比先前更加浓郁十倍的雾气在山谷上方周围迸发而出, 山谷内的光线也随之变得暗淡许多。 唯有那一道冲天而起的金光瞬间冲出山谷,将金色映照。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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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异的声音响起。 在张浩轩和红湖少女们的感知下, 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奇妙起来。 仿佛他们已经来到了另一个虚幻的世界, 身边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有些扭曲,有些不真实。 比之前更加浓郁十倍的灵气奔涌而来, 冲刷着他们的身体。 张浩轩还好,身上散发出淡淡的红色光芒, 而红湖少女们却已经是一个个宛如喝醉酒了一般贪软在地。 灵气太过浓郁, 已经超出了他们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 玩,作者,唐家三少, 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点赞和分享哟。